市長 怎麼樣是收集權的想像 好像訓練滿不完的 市長 現在告訴你 收集權的訓練 他們要每天做同樣的訓練 從基礎開始 訓練到更必要通過 國際收集權組織 國際營糧 廣率中期 或者是廣率對氣的初期 以上幾天 他才可以甘致收集權 才可以開始訓練 我們現在看看我們的收集權 最近退役的值 就是在今年退的值 收集權 我們看看 這一支叫做FISCUE FISCUE呢 時間暫停一下 市長 看到這一支嗎 FISCUE 他是 他是2006年就福利 他退役的時候 將近我們人類的稅數是82歲 所以換句話講 他82歲的時候他還在同地 我們再看一個是 KAYA KAYA他是一支成活牧羊群 他退役的時候 相當於人類的年齡是75歲 還有一次是菲林 菲林呢是W群 他退役的時候是將近我們人類的年齡89歲 另外一次是CODE 他退役的時候是將近我們人類的68歲 市長 我比較遺憾的是什麼 我們台北市搜救隊搜救權 培訓執行作業基準 在今年開始適任 可是呢之前 我們並沒有規定說 讓他們依照比較適合的年齡去處理 結果我們看到 我們這些收入群都是高級的退休 退休的是分別是11歲、10歲、12歲、9歲 最高的菲林他是12歲的退休 處理 你知道我們這些收入群 他們曾經有過什麼樣的公共穩定嗎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公共穩定的部分 像菲林他曾經98年台東縣泰馬里莫拉克東災的時候 他曾經去救過戰 我們Biscuit 他在台北市楊維山羊的大道翻車的時候 他就救過人 98年台東縣泰馬里莫拉克他也曾經去的 Tenya也是 還有就是菲林跟葡萄他也去汶川去救過人 然後在台南回觀金融大樓倒塌的時候 他就去出任務 你說這些毛小孩是不是非常了不起 我們看看菲林 剛剛我知道菲林 他是89歲的時候 降到你的內89歲的時候被處理了 我們看看菲林 菲林在今年他出去祭養 這就是菲林 他出去祭養 看一下一張 你看看 菲林的嘴巴旁邊都是白色 看到了嗎 他為什麼變白色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他老了 因為他老了 他非常老了 我們看一下一張 這個是他的祭養家庭給我的照片 是啥 我舉菲林這個題字就知道 他除了你穿去救過 去出過情路 當他出獎的時候 他的這個祭養家庭這個周小姐 非常非常有愛心 他把他送去給 因為他人就是很不舒服 因為他人質很大 他把他送去給獸醫師看的時候 獸醫師說什麼你知道 他說除了你八字外 其他都不行 其實實際上我覺得這真的非常不好笑 可是你還是笑 包括他的心臟沒大 後肢無力 長股刺 關節 肌椎全股有問題 然後為了解緩他這個痛苦的狀況 你知道這個祭養家庭做什麼事情嗎 把他帶去游泳去做復健 看到他牙齒沒有辦法咬東西 他又把他肉養做成肉圓 親自餵他吃 你知道 他終其一生為國家 為我們這個城市服務 他在生命最後快要結束的時候 他才可以真正成為 你所謂真正的毛小孩 否則他的一生幾乎都在服役 幾乎都在服役啊 從這些例子當中 我們難道跟黑思考說 我們可以問這些毛小孩做什麼事情嗎 你知道 他們這些收救犬在看醫之後 就像我剛剛講到的 比照在這個年齡都幾乎幾乎發生 要贈養這樣的小孩 這樣的老小孩 其實真的是不多 除非是說這樣的環境非常的好 還有就是說 對於動物非常有愛心 他有一定的 應該怎麼講 他有一定的資源 他才會去贈養這些 這些幾乎沒有辦法動的老小孩 所以你知道這個飼養夾皮 他怎麼講 他對他有一個表示說 這樣的肚子感夠 真的是不容易出養 他只要講到 想到說 貝比他曾經這麼勇敢過 曾經因為這個城市目前這麼多 他講的四個字 他說魚有榮焉 他說哪裡收養他魚有榮焉 你聽到這樣 你不會覺得很感動 市長你會覺得很感動 很感動啊 然後這些狗 你知道這個是 如果再下一次 消防部門 自己在衛生部門 問題提出來質詢的話 我真的覺得 牠們就在 收救權背後 牠可能就在這樣 默默無聞 然後就默默無明 然後就這樣 周期牠的意思 你知道我們 兵力預算 我們一年對這十支 信用的收救權 讓我們墊了多少錢嗎 市長 墊了46萬八千塊錢 十支收救權 平靜下來 一支收救權 牠只能分到四萬塊錢 四萬塊錢含什麼呢 含牠的飼料節 含牠的醫藥費 含牠的營養費 然後我最生氣的是什麼 我最生氣的是說 我們從來沒有想到說 怎麼樣幫這個收救權 去爭取多一點福利 因為牠們是沒有生物的一群 等到需要他們的時候 我們就把牠當作樣板 然後把牠們受到 包括汶川大地震 包括莫拉克成功 包括這一次的尾關大樓打牠 我們都發了新聞 導致我們的收救權多得利 我們現在要出發了 我們市長要來送行 我們現在馬上就要上飛機了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要出國了 在中正機場看到我們的收救 就不要出國去出任務 這個恐慌新聞做得那麼大 可是在他們自己收救權回來的時候 他們受到什麼監獄 我上一次在警察部門質詢說 我有幫你請警察幫嗎 你知道他們收救權 他們住的地方都是水平板 他們都是警察被安靠的 我要提醒 當時我有提到說 最基本的 就是說一般公司 就在台北市寵物特律和證 在警察生息的時候 規定每3.3平方公尺 最多可以飼養大型犬 就是3.3平方公尺 你知道收救權 當時他們犬射不到四分之一大 比寵物店的還差 然後碎地板的 不丁的 然後前面就是像他們說 排出廢機給他們聞 給他們聞 然後後面都是大概只要一公尺 欸 他是一直沒狗 我問他們說 他為什麼生了那麼多隻小狗 小邦局說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狗 跨一下過去 他什麼時候被 被 被強勁他都不知道 然後之後就發現他懷孕了 他就生了四隻 四五隻狗 就這樣子 我們的犬射對於 我們的小邦局 對於收救權的照顧 是非常非常不足的 但是我覺得沒有關係 透過我們的質詢 小邦局他有努力在做 可是 我今天要告訴市長 就是說 你今天 發了這個榮譽 榮譽犬 侍犬的這個 這個凶章給 這個卡斯尼 可是我不知道 小邦局有沒有跟你建議說 市長 我們還有 我們還有十幾隻狗 我們還有佩密的狗 我們這些收救權 我不知道市長 他們有沒有跟你建議 沒有 沒有跟你建議 沒有 所以我就說 這些收救權 都在我們台北市耶 市長 你看看 過去如果我們沒有質詢 他們生活在我們台北市 到底是這麼的惡劣 這麼的惡劣 然後冬天 他們就在濕冷地板上面 然後吃東西 他們也不去地上頭來吃 照理來說 大型犬 他吃東西 還有一定的高度 他才可以吃 可是他們的習慣性 所以在這樣提出的空間裡頭 他們情緒也很不穩定 也很不穩定 然後你知道我們的受訓員 我們還是讓消防 我們沒有專職的 受訓員的受訓員 我們沒有專屬的 在高雄還有 但是我們台北市沒有 所以受訓員 他們只能跟我們消防員 對比一樣 值一休 他的受訓員 如果休息了 他們就沒有辦法運動 他們就必須關在裡面 他們每天訓練的時間 至少六個小時 至少六個小時 他們做的事情 不會比我們人類還要少 最後他們就這樣老死 你知道每一個 我們去看每一隻收入犬 是想不得不講 不得不講 他們的手都已經節儉 他們的腳也都受傷 甚至於黑股之 你知道我們曾經 在八十九年的時候 美國贈送我們四隻收入犬 這四隻喔 除一 每多隻全部死亡 其中有一隻德國狼 叫 來台灣的時候 是一歲十個月 服役幾年你知道嗎 服役十年 十二歲退休 相當於我們人類的八十九歲 你知道他晚年的時候怎麼樣嗎 他的後肢貪患在水泥地 因為 我們沒有辦法照顧他 一般被寵物店 如果說一次養的狗 你可能還會幫他裝一個地隻 給他去脫枕 我們消防局完全對他 沒有 沒有裝這個地隻 你知道他就在地上爬 爬了 爬到他最後 看不下去給他安樂死 給他安樂死 我們是這樣對待我們的收入犬 然後當然要用他的時候 你就 你就給他擠上天花 當你不要用他的時候 你連跟他找激養家庭 之後再用激養家庭 然後營養會什麼都不願意 所以必須要很有經濟能力的人 他才有可能 就像剛才我提到這個周小姐一樣 他才有可能去認養人 這些收出去 讓他去吸養 否則的話他們就是中期一生就在這裡 所以市長聽我這樣質詢 你會不會覺得說 我們這些在台北市 貢獻那麼多 為我們人類社會 貢獻那麼多的收集權 他們應該獲得一個 榮譽釋權的獎賬 應該也比較好的照顧 退休後的照顧應該要安排他 有人告訴我說 你是不喜歡動物的市長 你是嗎 不會的 你會喜歡動物嗎 還是你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我都沒有時間演的 動物還是很喜歡 你還是很喜歡 市長 我有幾個結論請你看一下 那我今天的質詢 我們之前很希望說 市長 我當然很希望說 你可以精神走一趟 我也願意給你走一趟 去看一下我們的收集團 現在可能的權色 甚至於 因為你是收集權的 如果說你要授請的話 你也是主帥的話 你必須授請他們 如果說今天他們要去 從事任務的時候 其實你是最主要的授請官 我要提醒市長 市長 我們希望可以建立 搜集權的推幅制度 是有必要的 從我剛才這樣跟我講 就像德國的那次收集權一樣 最後我們知道 他們裝益智的錢 我們都沒有給他 他就這樣拖著他們 他的受傷的腳 每天在地上走 我們瞭解是說 當時不要爬過的地方 每一個地方都是血濕斑斑 最後我忍心是好 給他安樂死 他是這樣的想像 這個傳到國際社會上 我們真的是沒有辦法抬起頭 所以我希望我們能夠建立 搜集權的推幅機制 並且編列預算 照顧搜集權的余生 讓我們這些搜集權 獲得應該有的福利跟保障 可以嗎市長 對 這樣應該要做 再來 我希望能夠親自去視察搜集隊 看看搜集權的房舍 檢視他的資源、空間 以及他的配置情況 可以嗎 可以 另外 我們也希望能夠比照顏房權卡西 能夠分擔 榮譽士尼 給我們這幾次已經退休人的 包括Biscuit Kaya Kaele Code 表彰他們對我們人類社會的貢獻 可以嗎 可以 再來 我也很希望說 市長 你能夠接見這些 寄養家庭的這些 朋友 是 可不可以 因為他們真的是花了非常多的錢 還有花了非常多的心力 在照顧這些老狗 有的時候 我們去問他的時候 或者是去接觸這些狗的時候 我們真的是心裡面在彈性 我們也充滿了感謝 尤其是他們從來也會想要跟消防組做藥物的資源 他們也會這樣想到 他們竭盡所能去照顧他們 就像我們剛剛跟市長講的 他們對於照顧這些狗 他們比有能源 可是我們消防組 我們市政府之下趕快把這些燙手山椅趕快送出去 這個心態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市長 你能夠找一個時間 能夠接見這些 愛他們的 照顧他們的寄養家庭 並且一併的感謝他們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我謝謝他們 好 市長 謝謝你給我們這個善意的回應 我想聽透過我們總質詢 我自己個人對市長還是充滿了期待 特定是在剛才提到的廣四國安院的開發這塊 我希望市長能夠對於我們這些居民 有些善意的回應 特定是公立住宅 因為市政府的政策確定是不夠周全 我常常講 我們要帶公立住宅 我們要照顧我們青年居住政務的公司 我們不能犧牲我們現在還有市民居住政務 不管是任何權利 公共甚至的權利也應該要受到保障 市長我們希望經過今天的質疑之後 市長能夠給予我們都非常能夠繼續寂靜民意 能夠不要再說不是 可不可以 可以 有沒有講一句話 廣時本來就有減量的打算 所以這個一定會 只是說那個要降到多少 我想是這樣 你去蓋一定的要當地居民同意 我們才會蓋 所以本來就有需要的錯 市長你說要跟立居民同意 就像我們議市長這樣 當時他在做保障鑽的時候他做了兩次民調 他做了兩次民調 其實他們量子的運動那麼大 不是像你現在導致這麼大 兩千八萬的運動這麼大 而且他也沒有涉及的涉及 所以他比較容易得到民眾的認同 那你現在這個開發基金確實是比較困難 它也比較複雜 我覺得你應該挖這麼多的心去看這件事情 我不希望下次我在問你的時候 你又一問三個字 你說好像是要減量 什麼叫好像 減量我就告訴你啊 他就是兩件事來過 就是這個套法 三檔一檔就是這樣子 還有就是公園的部分 我希望市長你能夠了解 這個公園陪伴了這邊的居民 有四十年的時間 公園是他們的朋友 公園是他們的生活重心 我希望市長 能夠是一個提亮明星的市長 可不可以市長 可以 我們董事會重新再設計 對 好 重新再設計 謝謝 今天帶你繼續結束 謝謝 謝謝市長